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依然来跟各位聊聊电影里面的汽车 我们之前的节目跟大家陆续去介绍过几部电影里面的汽车 或是以汽车为主题的电影 今天我们的电影的主角 各位一定都听过这部电影 应该也都看过这部电影了 这部电影的片名叫做《赌神2》 《赌神2》这部片名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 尤其你如果在台湾的话 看第四台的重播应该重播了N百遍 之前还有台语的闽南语的配音相当的有意思 那么《赌神2》这部影片当然讲的是赌博 讲的是排技,讲的是说哈 但是里面的汽车算是做了一个绿叶的点缀 其实《赌神》系列的影片 从《赌神1》、《赌神2》、《赌神3》 汽车在里面扮演的角色都是那种蜻蜓点水一下 这三部影片又以《赌神2》里面的汽车最值得一提 既然讲到《赌神》系列影片 我们还是稍微跟大家点一下 《赌神》第一集跟第三集里面的汽车内容好了 《赌神》第一集的汽车内容片段很短 基本上就是赌神高进 赌博赢了之后准备要被人家干掉 他很聪明,他没有乘坐他的私家车 他改乘坐火车 所以在火车上面有一段精彩的打斗戏 但是光是这里 就有些东西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赌神》做的是什么车呢? 当然做最高级的 当时《赌神》在拍的时候 香港还属于英国管辖的 所以他就乘坐了英国的劳斯莱斯 780年代就老的劳斯莱斯 内装外观就十分的高级豪华 劳斯莱斯在这个片子里面 登场的时间没有很久了 也就没有太多可以琢磨的地方 比较好玩的是高进为了躲避追杀 他去坐了火车了 我相信去过香港玩的人 应该大概都有点概念 香港的铁路分成两大系统 一个是火车,一个是所谓的地铁 火车跟地铁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之所以叫火车呢,他以前真的是拿蒸汽火车头 这样啵啵啵啵在那边跑的 那么你现在一般我们听到什么港铁什么呢 那就是像我们台北的捷运这个样子 那么高进他坐火车避开追杀 那你说这边有什么好讲的呢 各位其实你想一下 在这么多的港片、港剧里面 你基本上看不到搭地铁或是搭火车的打斗的场面 为什么呢 因为港铁的官方这边 他为了避免民众的恐慌 所以原则上你要借来拍片 他们是不允许的 所以《赌神》这部片 他可以借到火车 就是所谓的九广东铁 这边的同意呢 我觉得相当的厉害 而且在里面的打斗算是相当的激烈了 基本上在《赌神》之后呢 下一部有这种大规模的打斗场面 要一直到21世纪 某一部影片 在东冲的缆车上面有打斗的戏 据说他们当时跟港铁这边申请许可 也是搞了非常的久 所以《赌神》第一集 在火车上面打斗场面 在港片、港剧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场面 这是《赌神》第一集 那《赌神》第三集呢 其实它里面汽车的分量 也是相当的低了 大概就是黎明 就是所谓的少年赌神 到这个世界赌王大赛 赌神大赛之前呢 被一群洋人给劫走了 那么这群洋人开的车子很有趣了 这台车子呢 在我们台湾 也是以前很常见的一款车 就是这个玉龙胜利Y30 那么这个 当然它在港片里面不是玉龙的 它是欧龙的版本 是达到上300C 那么这个车子 它只是出现一下子而已 所以细分也不是很高 那我们今天真正要来 跟各位聊的《赌神2》里面呢 车子虽然输了细分不多 可是有很多可以讲的 其实光是《赌神2》这部影片呢 跟我们台湾就相当的有渊源了 因为它里面有不少的场景 是在台湾这边取景的 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他们坐偷渡船 跑来台湾这边上岸的时候 在哪里上岸的呢 就在我们北部最北的港口 叫做富鸡鱼港 各位你现在回去富鸡鱼港 其实它的场面都差不多 就是《赌神》一上岸 然后去香肠滩那边赌骰子 后来有坏蛋把四小龙给绑走 这个场景其实时至今日的 富鸡鱼港的场面也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么另外就是赌神 去找这个仇孝痴这个赌场 那么这个赌场呢 是在台南的尤爱街的南都戏院 前面这边拍摄的 那当时也是引发这个台南 相当大的一个轰动了 那么还有一个场景 就是这个他们在躲避这个公安的 追捕的时候呢 他们躲在这甘蔗田 那据说呢这是在台南的 仁德糖厂的甘蔗田里面拍摄的 但具体在仁德糖厂哪一片甘蔗田呢 我觉得这个现在已经不可考了 因为仁德糖厂现在的甘蔗田 大概都已经砍掉 那么变成建地了 在盖家要站了 在盖这个公寓大楼了 甘蔗田呢 我这个就我住在这附近 因为我家就在这个仁德糖厂附近了 就我的了解已经看不到什么甘蔗了 所以当年这个具体在哪一块仁德糖厂拍摄呢 这可能已经不可考了 那所以呢这部影片 比起赌神第一集比赌神第三集呢 跟我们台湾这边的关联性 就相对比较大的多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车子的部分 既然是在台湾这边拍了 那车子当然也就跟台湾有相当大的关系了 当然 赌神二这部影片 最早出现汽车的场面呢 并不是在台湾 是这个 当时他们在影射这个千岛湖事件 就所谓的千赌湖 在那边 那这个公安包围这个黑店 这个黑心饭店 这个场面的时候呢 就有出现一些车辆 不过各位其实仔细看 虽然故事设定的这个场景 是在这个大陆这边 但是呢 你看一下这个公安 这个许景江 饰演这个公安部长的许景江呢 他开的车子 坐的车子呢 是有价的 这个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戏码应该不是在大陆拍的 应该是在香港的某个这个乡村这边拍的 那当然呢 这个车子晚上无奇马黑的 其实也看不太出所以然 而且也不是个重点 那么真正的车子开始登场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刚上岸台湾这边的时候呢 在富吉港这边登场 各位回想一下剧情 是不是他去堵骰子 然后这个堵神 周润发 他用一个超级大磁铁 比这个堵这个香肠摊的这个老板的磁铁更大磕 所以他赢了 然后这个带着这个满山满谷的这个香肠走人 可以吃上这个一年半载了 那么这时候呢 忽然远处来一个黑色的这个賓士豪华轿车 那么那个士小龙很开心 以为是他姐姐来接他了 那么车上就走下一个看起来就是坏模坏样的坏蛋 然后说一句 少爷爷你回来了 然后士小龙就被抱走了 那么各位 这个宾士呢 在当时算是一个很常见的车子 就是所谓俗称W140大水牛的这个宾士 不过呢 各位再仔细看 在士小龙被抱上车 还有这个坏蛋从这个后门下车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台黑色宾士的C柱上面 有所谓的V12的字样 那么在他决城离去的时候 后面也写了这个六个字母 那依稀看的是什么00SEL 那么00之前呢有个数字 既然他的C柱上面有写个V12呢 所以这个车理论上是一台最顶级的W140 也就是所谓的600SEL 当时非常贵 当时这个台币的售价呢 600多万块钱 这个制作的这个片商呢 算是很有心找来这么高贵的车子 但是很好玩的是什么呢 这个车子呢 当时他出现的时候 挂的是这个7码的数字牌啊 像我们现在台湾最新型的车牌的制度呢 也是7码 但是前三英文后四码数字 可是呢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赌神2拍摄的时候 他大概在1994年拍摄的 这时候台湾已经进到六码车牌的时代 前面两个英文字母 后面六个数字 那可是呢 这个这两台这个宾士轿车呢 他基本上挂的都是7码的数字牌啊 就是前三后四的全数字的车牌 其实年份就有点落差了 当然在1994年那个时候啦 根据当时这个政府的规定 那其实你还是可以使用这个7码的数字牌 但是即将要去更换英文数字牌 英文车牌了 不然到时候就会被注销 那么很好玩的是哦 这个数字牌呢 如果你再仔细看一下 其实这数字牌都蛮有年代啦 换句话说呢 以W140他推出的年份是1991年 不太可能挂得到那种数字耗顿的车牌啦 那据说呢 是当时剧作组为了这个便利性呢 去找来的这个临时的车牌啦 当然 因为他是为了要拍摄所需求啦 所以这个跟法律没有说相抵触啦 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那么再来呢 在富吉语港 这些黑色宾士降临了之后呢 邱竹珍也来了 而且邱竹珍呢 一生的行头啊 那么他乘坐的车子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乘坐一台白色的凯迪拉克大轿车 而且仔细看哦 这台大轿车还是家常型的哦 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海棠小姐啊 就是所谓邱竹珍下车的时候呢 他的后门是完全四四方方的哦 我一般四门轿车后门因为会有后轮拱的关系 所以在后轮拱那边会凹一块进去哦 可是呢 海棠小姐坐的这台车子 哎不好意思 他的后门是四四方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后门之后又加长一小节的 白色凯迪拉克轿车 我这个在当时是非常的气派啊 因为我们常讲黑头车嘛 当时这些黑头车大部分是黑色的 或者是深蓝色的啊 也有些什么深绿色的 墨绿色的 但是呢 白色车子非常的招摇啊 而且呢 就这个美国车的传统啊 这边附在跟各位科普一下 美国车呢 很喜欢用这个所谓的皮顶 那皮顶的用途用途是什么 第一个美观 第二个隔音 第三个隔热 可是呢 皮顶他为了要美观起见呢 通常他是跟车色是同色的 你白色的车配的就是白色的皮顶 各位啊 白色的皮顶这要怎么照顾啊 这个是超级难照顾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台凯迪拉克呢 算是相当的罕见的 因为用白色的车子配白色的皮顶 这个不得了啊 那么这台凯迪拉克呢 后来也成为 这个周润发啊 进去跟仇效吃 最后一次赌博的时候 还有他第一次去这个赌场的时候 所乘坐的这个轿车了 那么这个车子呢 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啊 那这个我们希望他还健在啊 因为毕竟这种凯迪拉克 本身车就很大 你又家常了 哇那就更难停更大了 是不是 那么讲到这个高进呢 去找这个仇效吃 进去赌场的这个片段呢 各位再回想一下 这里面也有一些这个 虽然跟车 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但是也是蛮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我们说了这个赌场的地方 是在当时台南友爱街的 这个南都戏院啊 那现在已经倒就被推平了啊 那么当时呢 在拍摄的时候 我那时候人住在台南 不过那时候年纪小了啊 那么听我当时的一些朋友在讲说 哇当时是万人空巷 为什么周润发来台湾拍一片了 是不是 在此前呢 我们比较有听过了周润发在台湾 拍这个香港电影呢 大概就是所谓英雄本色 这个他的大哥迪龙被抓了啊 那么周润发呢 站在一个火车的天桥上面 看着报纸呢 那报纸球要递上去 这火车天桥是哪里呢 就是以前的台北车站 当时台北车站还没地下化啊 他就这个站在台北车站的 这个跨轨 这个横跨铁轨的天桥上面 看着这个报纸呢 那么在下一次恐怕就是赌神二了啊 当然中间有没有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不是专门有电影的 那个时候呢 台南啊 有周润发来拍影片 这不得了 所以万人空巷 所以各位呢 你仔细看哦 他们第一次到赌场的时候呢 这个车上有这个什么 邱淑珍嘛 有这个徐景江 那么还有梁家辉 梁朝伟 不是梁家辉 对不是梁朝伟 那么还有这个周润发 这些大星云集啊 大咖云集 巨星云集啊 那么他们下车的时候 各位注意看哦 那个镜头 他都是由下往上拍的啊 然后就环顾这个附近的这个环境 这样子 为什么他这样拍呢 据说当时围观的民众真的太多了 那个场面太乱啊 这样子看起来不自然 所以呢 他只能尽量避免去拍摄到群众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刚时凯拉克一开始进场的时候呢 是从上往下拍 那么等到到众人下车的时候 是由下往上拍 避免平视啊 造成这个太混乱的场面 这样看起来场面不自然了 那么相对的等到后来这个周润发 真正以赌神的身份去找仇孝痴的第二次 进场的时候呢 就是晚上 那么剧作组呢 也很这个顺势而为了 大家喜欢看这个周润发登场 什么 没关系 那大家就在两边夹到欢迎鼓掌吧 拍拍拍拍拍拍 哇这个场面非常的盛大 这样子也让剧作组呢 省了好一笔这个动用临时演员的预算 挺划算的 那么当时我身边就有朋友 过去那边去看赌神的风采了 拍拍手啊 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最后有没有被拍出来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那么在这个画面里面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什么呢 当时呢 第二次 周润发去找仇孝痴的时候呢 是晚上 第一次他们去赌场探勘的时候呢 是白天 是下雨的白天 第二次是晚上 那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灯光当然就看得比较明显嘛 各位你仔细看哦 他这个赌神的凯拉克进场的时候呢 这个他当然后面还有一些这个兵士车了 这进场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那个戏院旁边呢 有一个黄色的招牌 是在卖烤玉米的 非常的明显啊 因为整个场景里面 大概就那个招牌是黄色的 那么这个招牌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呢 其实这个事情要讲到十年前了 就是当时呢 这一摊在卖烤玉米呢 被告说他有这个商标犬的一些问题了 那他为了要证明呢 他很早以前就在那边卖烤玉米 而且用的是这个商标呢 于是他就真的拿赌神2的片段上法院啊 去证明说哎 这个商标是比我最早在使用的啊 那法官看了一下哦 这个1994年的赌神2就拍到你的这个这个店面了嘛 而且当时你也不是这个剧作组去虚设的场景嘛 所以法官真的判决这个烤玉米的摊位胜诉了啊 这个商标权属于这个烤玉米的啊 这也算是相当的有意思 这个事情大概是发生在2011年啊 各位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么在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赌神第二次进去赌场的时候呢 他的这凯拉克后面也是有这个黑色的宾室了啊 那很有趣的是这个黑色的宾室呢 这个车牌跟当时复基渔港的车牌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剧作组还算是蛮用心的啊 知道两边要切开了啊 当然我个人是有点怀疑啊 这个应该是同一批车才对了啊 那蛮好玩的是呢 第二次登场的这个黑色宾室呢 他的车牌是挨挨开头的啊 那在我们旧行的这个车牌制度啊 前二后四的这个台湾车牌制度来讲 前面两个英文数字相同的那是租赁车 的确这个是当时这个剧作组呢 就像租赁车公司出来的这个宾室轿车 让整个赌神的出场呢更加的有气势了啊 好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 赌神2这部电影有趣的地方啊 那最后再跟大家讲啊 赌神2这部影片的英文片名也是有点故事 哎 理论上赌神2应该叫什么 God of Gamblers 2嘛 因为第一集叫做God of Gamblers嘛 但是不好意思啊你去看赌神2 他的英文片名并不是叫God of Gamblers 2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片子呢 这个片英文片名已经被更早之前推出来的赌侠给拿走了 所以呢 赌神2他的英文片名呢只好改了另外一个名字 至于是什么有意思的名字呢 我们这边就卖个关子 就让大家上网找一找咯 以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啊 透过我们这期节目 是不是对大家啊 又勾起了许多对赌神2这部影片的回忆呢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呢 去找一找这个影片重温一下 或者呢 你再收看一下第一次台 搞不好你就可以看到这部影片的重播咯 以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Celsior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音频节目 我们下回再聊 拜拜